早前去了加拿大拍電視劇的李斯華 因為疫情關係暫時停工 但斯華就因為搶不到機票而被逼滯留在當地 日前他就在社交平台分享當地的情況 大部分食市都已經關門又或者只是提供外賣服務 亦都開始有搶物資的情況出現 這日李斯華就在社交平台更新近況 透露在航空公司的協助之下 已經成功登機飛去溫哥華 之後會搭飛機回香港 戴著帽、口罩和眼鏡的他還做足防疫措施 戴鼻便攜式空氣清新機、酒精棉和消毒初手液上機 而胡說八道會的好姐妹姚子玲和胡培惠 都有留言叫他小心保重